哪里有意志存在,哪里就会有出路,遇到挫折,要有勇往之前的信念,马上行动,坚持到底,绝不放弃,成功者绝不放弃,放弃者绝不会成功。 数码的人,非常大方,智商情商都很高,今年一定要恭喜生肖马了,他们大难已过,运势一飞冲天,赚大钱发大财,运势大红大紫,红都发紫,万事如意,生活特别旺,让人眼红,走上发财道路,事半功倍,钱财旺,富贵到来,拦都拦不住,数钱数到手抽筋。 对于生肖马的朋友来说,2018年下半年,运势非常稳定,不会出现带起大落的情况,另外有几颗极星的照样,比如说,红卵以及紫薇等等,不管是财运,事业,感情还是健康方面,都将在稳定中,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。 不过,会因为个人情绪管理不当,得罪客户或者是与同事交五,对于2018下半年的发展,有不利的一面,只要能够审视多事,分清场合,不胡乱发脾气,还是有不错的发展空间的。 另外,对于做生意的朋友来说,下半年市场形势大好,可以趁机做大业务,赚取更多的钱财。 数码人性格开朗,串于野养,洞察力强,他总是能表现得高高在上。 民导当然,这一切都源自于他拥有一颗自信满满的心。 数码人不管形势有多么恶劣,都对世界充满了希望,不但相信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,也相信自己有那个能力,可以完美处理好。 因此,数码人的霸气,总让周围人情不自禁地有臣服感。 自信就是数码人骄傲的资本,我们都知道,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只有八九,那就必须能往前看,需要有足够的信心,那样才能有动力走下去。 九月开始极心必诱,到时候运势红到八字,很猜到八赚大钱。 在此讨运的影响下,全家人都将会富贵平安。 另外数码之人,下半年事业经营的风生水起,小家庭红红光火,同时应当注意,对于消费还是要有所节制。 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经过不断奋斗,不久的将来腰包要鼓起来好几倍。 币侠四大师建议,你是否遇到了才越不好,事业不顺利,晋升难,感情不合等等这些问题,甚至还嫌恶一屁股的债。 感觉人生出路迷茫,为什么他仍可似顺风顺水,而你却这么倒霉,那是因为你错过了与本命作结缘的机会。 这就是为什么越有钱人越注重这些,如果你想要突破当下的困难,那么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。 按篮子,就是你出头的第一步,这是由地下四大师陈世开光过的本命作,定能保佑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